今天的世界是互为的 过去的观点来讲 都是站在人的观点上太多了 这种提法应该受到质疑 我们都悲伤了 悲伤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失眠 真的感觉到体内某种重量在压着 这个失眠不仅仅指我人的失眠 比如我小时的工厂 机器是不停的 24小时机器是不休息 机器完全按人的愿望运转 站在机器角度讲 它是失眠状态 我们把自己站在了一个 全球或者宇宙的一个 食物链里的顶端 我们真的人要退回来 机器应该得到它的位置 和CSEC合作这个项目 最早应该是将近两年了 做一个新媒体的互动艺术 我觉得这是个挑战 结果是没有未知 但是这个过程 互动的过程令我期待 也很令我兴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——YK